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TensorFlow的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TensorFlow数据预处理智 大家请看 统一数组的维度 是这样 咱们在做一个机器学习 或者说深度学习之前 咱们先要拿到数据 对不对 一般来说 咱们管这个数据叫做脏数据 那么咱们需要把数据进行一些个清洗 一些个整理 一些个预处理之后 变成咱们可学习可训练的数据 那么统一数组维度这个操作 就是其中的处理之一 今天咱们就来讲解一下 好 咱们马上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咱们使用Keylas 咱们提供的预处理函数 大家请看 这个叫什么 Pad Secants 对吧 咱们来统一下数组的维度 该怎么做 首先 我给您看一下这个函数的API的网站 大家请稍等 然后今后我做的代码演示 我都基于Google的collab给您演示 大家请看 这是他官网的API的网站 咱们今天就用这个函数 好不好 该怎么用 今天这几个参数咱们都会讲到 好 咱们先少续马上回来 该怎么做 马上开始 实战演习 首先我先考上三个import 什么都没有 考过来 今天咱们用哪个函数 咱们就考哪个函数 好不好 考上对吧 然后运行 看他不报错 肯定不报错 collab简直太好了 每次都要吹 import一个numpy import一个 这个是pp print是干什么的 这个就说 让咱们打出来的数据内容 更加的漂亮 好看 第三个 就是引用 咱们今天学生 要使用这个函数 对不对 好不好 OK 那咱们开始 在开始使用这个函数之前 我先跟您说一下 咱们在实际的业务中 遇到的什么问题 我把这个代码考过来 咱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 这就是咱们遇到的问题 好 咱们遇到什么问题了 比如说 咱们要处理一个商品评论的问题 比如说 淘宝 京东 对吧 有好多的商品 很人气 对吧 下面有很多的评论 那么咱们需要做一个大数据的分析 把所有的评论 咱们把它抓过来 评论一下 哪些评论是消极评论 哪些评论是积极评论 对吧 那么咱们大家想一下 你不管谁 哪个评论 它的长度都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比如说 像我这个评论一 这个人就评论四个字 或好价便 是吧 或好价廉 是吧 OK 第二个评论 七个字 第三个评论 十个字 对吧 这些评论 当然是没有问题 对不对 但是对于咱们机器学习来说 太难学了 为什么 它们长度不等 没法学习 咱们一般处理这种情况 都是要把数组打平 打成同样的维度 然后再进行学习分析 对吧 那么怎么打平 咱们一会来说 咱们先看看 这三个不同的长度 咱们是怎么显示的 我把它们定义成了 一个囊排的数组 好不好 咱们试一下 大家请看 我这一个数组里面 存着三个元素 每个元素的长度 是不同的 咱们就得到 这么一个数据格式 这个其实是不能够用于 深度计算的 对吧 那么该怎么做 今天的重点就来咯 好 往下看 首先 大家请看 我把所有数组内容 左补零 大家请看 1234 123567 1235678 如果不足十位 最大十位 对不对 不足十位 我要左补零 该怎么补 就这个行代码 就可以完成 试一下 我再开一个代码块 算了 在下面做 大家请看 我传上这么一个 函数 对吧 然后我把 我想给谁补零的 整个这个数组 传进来 注意这是一个 单排数组 对不对 我传进来之后 然后它会返回一个结果级 在这结果级当中 咱们不有三个元素吗 对不对 这三个元素 或者叫三个向量 是吧 咱们把这所有的数组 都进行一个自动的 左补零 咱们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大家请看 第一个数组 1234变成这么多零 然后1234 第二个也是 前补三个零 然后123567 对吧 第三个元素 我是最长 所以说我就不用补 左补零了 没问题吧 OK 好用啊 一般来说 咱们在处理这个数据清洗的时候 都是补零嘛 对吧 但是也有情况 图片 是吧 我想补个白色 我要补5 我要补255 该怎么做 大家请看 我只不过 把后面这个地方指定一个值 我补几 这是归写的 我补255 我不补零了 咱们变了 这回我补255 大家请看 就这么补 加上一个value的参数 好 咱们看一下 够 大家请看 刚才是零 现在就不是了 对吧 看看上面这个 都补了255 没有问题吧 OK 咱们处理完了数组 对吧 OK 还有需求 比如说 我们这个评论 我们不想左补 左面是我的字 我想右补行不行 完全可以 咱们右补零 怎么补 其实就是一个参数的问题 马上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地方我加了个padding 一开始咱们左补 它是省略的 是pre 前补 对吧 今天不行 咱要后补了 叫post 后补 对吧 然后什么都不动 默认值是零 所以说这个写法的话 它会右补零 大家请看 这函数右面都补零了吧 没问题吧 补了 OK 接下来 还有需求 是这样 有的评论很长 比如说 我一个商品 我可能评论 2000句话 2000个单词 或说是500个单词 很长 很长的话 我觉得咱们处理起来 也没办法 咱们有时候可能 续报把数组缩短 比如说都缩短成100个单词 100个常用的单词 让我去判断 你是积极评论 还是交易评论 对不对 那么咱们不光是 补零拉长数组 咱们其实还要 有时候 咱们还要 减短数组 对不对 那么怎么该做 就该用到 咱们下面这个写法 怎么写 大家请看 好 怎么写 咱们看 他说我们用GPU 所以说让我把GPU关了 GPU是稀奇资源吗 好 咱们不说 咱们看 我传上这么一个 咱们的单排数组 然后我是给一个 最大长度 也就是说 你把所有 我单排数组里面的 子数组 都切成 只留三位 只保留三位 该怎么做 看一下 够 大家请看 我刚才是1234 123567 1235678910 对吧 大家请看 他这我这写的是什么 只保留后三位 对吧 1234变成234 13567变成567 对吧 135690变成890 只保留后三位 然后咱们 换句话说 只保留常用的单词 然后咱们再去做计算 就这个感觉 OK 当然 咱们如果能只保留后三位的话 肯定也能只保留前三位 对不对 好 咱们再试试这个 truncate 好 再看 Go 大家请看 前三位因为都是一样的 都是123 123 123 有朋友说 你前三位都一样 我保留它有什么意义 不对 这个是我给您举了一个测试数据 那么您再 比如说您要是评论一些个文章 评论一些个评论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数值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吧 因为这个数值就代表着您的单 这个单词表里面的一个单词 对吧 那么它说哪些话 这个地方就显示哪个单词的索引 所以这地方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么咱们应该是抽出长用的单词 形成一个咱们长用的单词表 然后再根据每个用户的评论 看它是积极还是消极 对不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回归问题 对不对 好 今天就是我给您分享的 咱们如何使用KELAS内部给咱们提供函数 来统一数组的维度的一个小知识 是这样 咱们学习深度学习 不管是TensorFlow也好 还是Nompa也好 还是Skylun也好 其实咱们觉得难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咱们基础函数 它给咱们提供的基础功能 咱们并不了解 才导致咱们无法着手 我觉得我小马 这个视频频道这个系列 就想把这些个机器学习里面 非常基础知识 拿出来揉碎了 咱们一个一个的讲 一个一个Clear 咱们等这些个函数都会之后 您会发现 不管是TensorFlow 还是Skylun 还是Torch PiTorch 都很简单 都不能 您剩下的就是数学理论的学习 对吧 这些API咱们都把它Clear掉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了 然后我的代码 会放到GitHub上 然后有兴趣的朋友 请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帮我点赞加转发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